当时就算顶着那么多人的骂 他还是一腔孤勇的在保护哥哥 就是这些粉丝的这些破事 和那些之前来来回回的事 然后就把它给毁掉 真的是太可惜了 然后说到我们那次的拍摄 我们那次拍摄的东西也是非常好 但是也就不知道谁能办法傻 这么现场拍到那些东西 然后给发出去 然后就传到外面 然后整个我们一天的工作白费 没有办法去登出来 肖战当天非常的敬业 我们拍了很多套衣服 而且做得非常好 拍完了以后 然后杂志的主编过来 亲自给他做专访 但只要专访了三个多小时 你可想而知 他有多少话想要说 然后还说想跟我说再见 谢谢我 我觉得就这么好的一个艺人 我这么敬业的一个艺人 然后居然现在 不是因为自己的关系的事情 然后反而要承担这些问题 我觉得真是傻吗 那帮那帮 我记得他前两天发了一个东西 说请大家 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为第一 不要把追星放在第一位 然后底下的第一条 就挺上来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回复是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你啊 哇 他知道大家喜欢他 他知道这些 他要谢谢大家 但是你们真的能理智 你们知道把他给毁了吗 这么这么这么好的一个人 在这里 千层宿远 来是路 一年寒霍 environmental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